少年歌行32集,第二季完结,赵玉珍下线,小仙女穿戏服,不见如见仙。 追了这么久的少年歌行,终于在今日播放到了32集,而随着这一集内容的结束,少年歌行的第二季风花雪月片宣告完结。 在此之前,有不少网友认为,李寒一与赵玉珍的结局,或许可以在动漫版中得到改写,但根据官方给出的结局来看,赵玉珍还是下线了,她并没有完成请大家喝酒的承诺,也让小仙女空欢喜了一场。 但同时她也保住了自己最在意的东西,因为若是没有到见仙,那么陨落的就该是李寒一了,毕竟不管她的武力只有多高,一下面对暗和与唐门的五大高手,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,更何况。 还有一个苏昌和在暗戳戳的找时机,李寒一纵使有剑仙之威,也无法抵挡六位高手的连番轰炸,所以若不是赵玉珍及时赶到,小仙女估计也就止不于此了。 因此,在看到小仙女被苏昌和控制的那一刻,有不少人是希望到见仙快点来的,可当她真的到达了战场,大家又开始担心其姐夫的安危,因为她的到来虽然解救了李寒一。 但也将自己的命搭了进去,至于青城为何要这么说,相信看过原著的人都懂,李寒一重伤,赵玉珍带她求一,碰上了如剑仙,却得知她也没有办法,于是赵玉珍只能一命换命。 然而在动漫版的少年歌行当中,如剑仙并没有出现,甚至连赵玉珍就李寒一的部分也省略了不少,因此,一整集内容看下来,有一些小伙伴会感觉有些猛,不是说好了这部分会有如剑仙的吗?怎么就没了呢? 其实从前几周的内容里,我们就可以看出少年歌行的打戏有些拉胯,因此,如剑仙的戏份,很有可能会被削弱,不料,却是直接不见了,人根本没出场,那这一次的大结局,是不是要以失败告终呢? 其实除去打戏不足,赵玉珍的甜言蜜语被减少,如剑仙不见了之外,这一集真就还可以,最起码,我们见到了身穿喜福的小仙女,也听到了赵玉珍说,我家小仙女,这不就是变相的说你是我的吗? 也算是不算了大家的一个愿望,但最后的那一幕,还是让人泪目 刀剑仙来了,小仙女穿上了喜福,奈何他们终究没能携手一声,还真是如标题一般,让人一难平,赵玉珍下了山,李寒一见到了心上人,可还没等说上几句,两人天各一方 而赵玉珍情急之下入神游境的那一刻,更是让人心疼,一生一次的闪现,他又来救小仙女,一生一次的下山,他为了小仙女,一生一次的性命,他又来换小仙女生,这样的男人怎能不让人泪目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!再见!